哈喽大家好,我是桑杰 这次我们要带大家一起体验一场 石头火锅生死豆 这次参赛选手们 也是我们精选在北部 它温度非常高的老字号火锅店 火锅空门,你们准备好了吗? 第一家,松江自住石头火锅城 说到石头火锅 绝对不能不提到 位于新天宫附近的松江火锅城 它是在台北已经开业超过40年的 老字号火锅店 搞不好你的老辈老木年轻时都有吃过哦 入座后店员会先询问要点什么肉 有猪、鸡、牛、羊可以选 再去自助去拿爆香料和食材 石头火锅跟涮涮锅最大的不同 就是多了炒的步骤 店员会先将爆香料、肉等食材 以高温快速拌炒 将食材的香气发挥到极致后 再淋上高汤煮滚 量建议各位可以拿干油浴下去爆香 这是只有石头火锅老饕才懂拿的食材 松江的汤头和柴叫轻薄 一入口可以感受到浓郁的洋葱鲜甜 与干鱿鱿鱼爆炒后的干纯咸鲜 必须说他们家的羊肉真的很不错 富有弹性质地与肉汁的鲜甜 在嘴里越嚼越香 大家真的必须点羊肉 整体肉片厚度中等 吃起来有微厚实感弹性多汁 松江的沙茶吃起来咸感较重 有花生长时间炒过后的坚果香气 与鲜甜的汤头搭配起来也算是平衡 蔬菜海鲜等食材干净新鲜 火锅料的种类也偏大众 所以吃下来算表现的中规中矩 松江 虽然没有特别经验的部分 但总体表现在标准之上 就像班上的那种默默的 能与所有人处得很好的同学 第二家 雅香石头火锅 雅香的西门总店 这家也是开业超过40年的老店 包香料是店家配好的 你只需要跟店员说 你要不要包香就可以了 雅香的汤头喝起来有明显的姜味 仿佛胸口多了残暖流流过斑 非常圆滑顺口 肉片可能是冷冻切片的关系 口感较薄 无明显肉质感 猪牛羊香气也不够突出 很容易吃到后面搞不清楚谁是谁 黄金沙茶的咸度比松江再更重 香气小叔松江 但是但是但是 雅香的某些火锅料真的非常有记忆点 像海鲜起司卷 直接熔登当天火锅料的冠军 海鲜浆体中填满孔洞的咸甜起司 一口咬下细腿感 大爆炸 遇见草虾浆也必须点 每一口都吃得到完整的虾 Q弹中又带点鲜脆感 非常推荐给大家 但当然有些火锅料也是偏普通 所以就要考验大家的选择功力了 雅香正宗怀旧感的石头火锅 适合爱吃旧旧脏脏系的同学 下次回访的理由 绝对是为了他的超赞火锅料 第三家 天喜迷你小火锅 这家是位于您下夜市附近的个人石头火锅店 汤头前度非常清淡 而且这家上桌时 是将菜和肉摆好成一锅 直接淋高汤煮滚的方式 并没有在桌边进行爆香的动作 所以汤头的香气部分烧钱不足 吃到后面一度以为自己在吃一般的涮涮锅呢 肉质偏普通 加上放在锅里和汤一起煮的关系 所以必须赶快拿起来 否则会过劳 天启的酱也都是配好在桌上的 沙茶花生浓郁 还能感受到海鲜干料炒过的鲜美香气 酱油碟吃起来很像阿嬷风特调的酱油 满满的还是怀旧感 但可能是因为价位的关系 所以菜盘的份量偏少 火锅料也是附那种最基本的欧楞跟各种经典玩类 而另外一锅是点海陆锅 里面有鹅仔 草虾 鲦鱼 蛤蜊 份量也不多 但整体是新鲜的 天喜 综合表现普通 属于速速填饱肚子的火锅店 住附近或许可以偶尔来吃 但不需要特别回放 第四家 一美自制火锅城 一美可看称是基隆在地人 No.1超人切老字号石头火锅 汤头的爆炒香气 存自感极为丰富 但是个人觉得一美的汤底偏甜 甚至煮到后面水分蒸发浓缩后 是已经甜到有点过头的地步 所以建议大家后面加汤的时候 记得跟店员告知 加水就好 肉片的份量是目前最多的 我们点两盘大概就像前几家点三盘的量 吃起来很像热炒店的葱爆羊肉的肉质 薄薄的 却有口感与肉香 个人非常喜欢 但是我认为一美的酱料可以多花点心思调整 因为看起来是提供现成的酱料 让顾客自己去混合的 所以论香气与味道 就真的比较不如前面几家 一美的火锅料个人也是觉得中规中矩 还是有些酷口味可以尝试 不过好不好吃就要见仁见智了 但是我大推龙虾沙拉 这是我目前吃过内馅最满揭膜味 最浓厚口味最好吃的 都来到基隆了 代表一美 只要是海鲜类的品相 绝对是大拇指的辣 后抽蛤蜊 花枝浆都新鲜到不行 蛤蜊甚至还是活的 非常鲜甜多汁 一美 我爱它的海鲜 但不爱过甜的汤底和无趣的酱料 到现在我仍然搞不清楚 到底对它是爱还是恨 第五家 福源火锅 这家位于金山的福源火锅 竟然被网路上誉为 石头火锅的神殿 许多人会特替开车慕名前来 这家石头锅是采用肉在厨房先炒好 汤底没有爆香 直接蹲上桌加热的方式 看得出来锅内基本上只有洋葱 所以福源的汤头是 最最最清淡 最不油的一家 我给你们说 福源的肉是本集所有石头火锅中 最好吃的 它们的肉是先腌制过 非常够味 即使沾酱却又不过咸 沙茶扮演着点缀香气的角色 肉与酱彼此合作无间 而且肉真的是嫩到生命天 肉香饱满多汁 厚食却富有弹性与嫩度 超级霹雳赞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鸡肉有点嫩过头 甚至已经吃不出来鸡肉的口感了 福源的火锅料也走大众路线 没有特别惊艳的品项 蛤蜊的新鲜度算中等偏上 但是还是没有鸡龙亦美的海鲜 来得更新鲜 菜盘给得非常巨量 小心不要拿太多 不然你真的会撑死 福源本集冠军肉 非他莫属 肉出油经过 不妨停下来 让福源告诉你 什么才是好吃的肉 第六家 旺角石头火锅 旺角石头火锅在北部有超过20年的历史 西门殿有供锅与个人锅可以选择 爆香的部分也是先加洋葱 蒜 再下肉片炒香的方式 汤头喝起来是淡淡的蔬菜甜感 不油腻不过浓 个人比较爱猪肉的肉质 香蕉牛肉香气罩足 沙茶的花生味非常非常浓郁 如果你再加入香菜调和和肉沾着吃 瞬间会有一种猪血糕的济世感 菜盘分量刚好 食材配置跟一般火锅店大致雷同 没有特别的部分 旺角 一个人石头火锅来说 旺角整个大赢天喜 担任整体风味就显得较无特别的记忆点 第七家 小红梅石头火锅钱 讲到石头火锅界的老字号名店 绝对不能不提到小红梅 她也是在台北开业超过40年仅此一家的老店 内部也走守旧路线 非常具有年代感的氛围 个人觉得这家是前置在炒爆香的部分 炒得最用心的一家 干鱿鱼炒到表面成金黄色 再与洋葱爆炒 将香气发挥到完全极致 是需要一个可以细心掌控火候 以及能判断下锅正确时机的店员才能做到的 汤头一入口就可以喝到爆炸浓郁的鱿鲜香感 太令人惊艳了 这个是我喝到最棒的汤头 肉质的部分都不错 有在标准之上 但是 那个酱真的也是再次让人惊艳到爆炸 小红梅跟别家不同的是 他们的酱料区间还有附九层塔 建议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特制的香炒沙茶 再加上九层塔的独特香气 只需要一口 吃甲流香 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再来也必须称赞他的火锅料 每一样都非常有特色 阿姨说他们的火锅料 都是跟配合的厂商订购的 根本不是你随便在外面就买得到的 泡菜购丸 敢吃辣的人必须尝试 一入口先是泡菜的微酸 配上购丸的肉香 微韵泡菜的香辣感 慢慢充斥整个口腔 绝对让你记忆深刻 小红梅的蛋肠也是我吃下来这几家最好吃的 非常的极致绵密 长一叶非常薄嫩 满满的蛋香味 好吃到我直接跟店员阿姨赞叹 这太好吃了吧 怎样那个蛋条好吃吗 超好吃 对了 结账时发现墙壁上有满满的名言照片墙 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 咳咳咳咳 小红梅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每个部分都让人满意到不行 未来也一定会在美访之间令人难忘的怀旧台式火锅 现在要来公布我心目中的前三名 第三名 松姜制住石头火锅城 不知道吃什么时 去吃松姜就对了 第二名 雅香石头火锅 老旧派很加分 火锅料更加分 第一名 小红梅石头火锅城 最强老牌火锅 非常莫属 我是桑杰 如果喜欢我 会想找更多食物大乱斗系列的话 记得订阅我 可以小铃铛 再开玩的话 记得帮我按个赞哦 平常我也会在IG随手分享新发现的美食 欢迎大家追踪哦 好啦 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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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